5月23日7时45分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 及金门岛马祖岛乌秋雨东银岛周边 开展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5月23号至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 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见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感谢您的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